国内新冠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呈下跌趋势 昨天新增25,099宗病例 三个州所和联邦直辖区的加护病床使用率都超过五成 若福最高 七成床位已满 而且卫生部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1月1号到这个月19号 全国一共通报367个教育感染群 将近九成的零号病例都是学生 企业大多是没有遵守防疫准则 尤其是住在宿舍的学生 全国在今年1月1号到这个月19号期间 一共出现367个教育感染群 其中328个或89.4%的零号病例是学生 31个感染群的零号病例是教师 6个来自教育中心辅导职员 还有两个感染群的零号病例涉及家庭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说 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教育感染群明显增加 但后来已经下降 不过之后再次上升 推高了全国确诊数 所幸大部分通报的病例都属于轻症或无症状 诺西山指出 中学通报最多感染群一共有232个 学院68个 小学25个 这期间有107所学校被迫关闭消毒 另外150所学校只需关闭教室 诺西山称大多感染群都是因为没有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所致 尤其是住在宿舍或在外租房的学生 没有做好防疫工作导致爆发感染群 在367个教育感染群当中 吉兰丹最多一共有54个 雪兰额49个 彭亨38个 吉隆坡和沙巴分别占了37和34个 另外全国昨天再添25,099宗新病例 99.6%属于轻症或无症状病患 四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江湖病房 使用率超过五成 柔佛最高达到70% 吉兰丹61% 吉隆坡58% 马六甲54% 272名病患入住家户病房 164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昨天全国也新增了四个感染群